你好,泰国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元白露 《娘如墓》就是讲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皇后姜雪宁,她有一次重新来的机会,她把她的人生再过了一次 你会有什么想法? 《娘如墓》看了,然后在进组之前跟导演啊,其他演员一起围读 然后做一些智香,做一些恋情,然后查到礼仪这一方面的培训 我觉得不同是,我觉得张选宁会比较沉溺些,就是她心思会比较重 因为她之前是当皇后的人,她一定是有心机,而且一定是冰雪聪明的那种 但是她这一次她想要改变,想要逆天改命,想要改变之前自己在乎的人的命运 然后她会与命运做一些博弈,然后她也会,有些时候她也会向命运低头,也不得不向命运低头 就是在面对这些不得不的时候,她做出的选择 她其实是一个内心很复杂的一个女孩 我没有她那么不计后果吧,我觉得她是比较冲动的一个人,前妻哈 但她后期会比较稳重一点,因为就是谢威还是给了她很多的影响和启发的 然后我们俩比较像的就是都比较要强吧,就是我们在想要做到你想做到一件事的时候会比较轴一些,但是我会比较多虑 你觉得有点余地吗? 那 90吧 还是不能,还是得有点余地哈 挺默契的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她很腼腆 然后也不爱讲话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搞笑男了 大家在现场经常会有很多欢声笑语 不光是我跟她之间,包括我们跟王兴月啊,跟俊伟啊,包括跟仙宁啊,还有一些前辈们都聊得非常的好 包括我们跟导演的关系也特别特别好 在现场导演,其实导演是最缓和气氛的一个人 导演,我觉得全现场最好笑的部分,就是最最最活跃气氛的部分就是导演走到现场去讲戏的时候 导演走到现场去讲戏的时候 算吧 我基本上到每个剧组应该都是气氛担当 但还好,就是大家就是有分工,然后有分时候 有的时候是我,有的时候是王兴月,有的时候是张丽赫 就是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 但是每天基本上都挺开心的 你会在那肯定,因为今年,其实今年特别热 我其实在恒店已经待了好几个夏天了 也是在六七八月这个时候 但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热过 但其实热是可以去忍受的 因为,其实剧组很照顾我们 比如说一咔啊,就是把风扇提过来 或者空调管提过来 那还好,主要是在拍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情绪戏 比如说有一些哭戏 现场要,会为我们保持安静 但是那个时候就,也没有风,也没有任何 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在室外 就是太阳晒着你 就在这种时候,你就很容易分心啊 然后你的汗也一直在往外冒啊 你会这样,完了 就是镜头会不会看出我这个汗啊 你就会,就没有像之前一样 就是感觉可以马上进入到那个状态 但是还好,因为大家彼此都比较互相信任 然后彼此都很,就是进入角色 然后彼此也会帮忙 比如说拍,拍我这边的时候 我的对手也会给我情绪 然后拍对手的时候,我也会给他情绪 我们就互相帮助 互相更好的去入戏 所以还是很顺利的 三个理由 我觉得一是它的框架非常的新 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以前也没有 也没有类似,也不能说没有类似 就是很新 然后第二个就是导演非常厉害 朱瑞宾导演非常厉害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尼安如梦有一大帮非常非常努力的演员 变化 变化 把期待值放低 就是当我把期待值放低以后 你就会发现,我一直说那句话叫把期待值降到最低 所有遇见的都是礼物 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当然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 我是在网上看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已经 就是感觉 就打动了我好几年 我每次想起这句话都会给我很大的力量 然后我就学会把每一件事情 当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或者说我还没有看到它结果的时候 我就去降低对这个结果的期待值 然后后来发现 它能达到我没有预期到的那个 结果的时候我反而会更开心 所以我现在就不想去给自己规定死 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 我一定要达到哪个目标 或者我一定要做成一件什么事情 就觉得当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它来的时候 我就去接受就好了 我想尝试电影 对,因为我一直挺想拍电影的 就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是文艺片的类型 有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海鲜和水果 所以其实我一直挺想去泰国的 如果未来有机会 一定要去跟泰国的粉丝们见面 然后我在Instagram上面 经常看到有很多泰国的朋友在给我留言 然后看过很多很多戏 然后谢谢泰国粉丝们的喜欢 然后演员白露以后也会继续努力的 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露 12月16日,宁安如梦 答谢你 宁门,合体重聚 你们想听的,想看的,都会有哦 柠檬果们,别错过哦 这些通缊 我看谁敢动 你,我不出去想干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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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明知故问 毛,你,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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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黄脸 保湿血脉黄沙 多了 你的又难了 有放名在哪 孤佑脾气 眼泛眼神 头头的眼睛 谁也救不掉 谁也护不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